2020年3月3日, 下午1点55分, 就是2点, 下午开市了, 投标核人节目 那厉害, 昨天美股弹了千几点, 早段也是弹了几点, 拉尾爆了上去 今天就说, 买了看好的博反弹的朋友, 博恒子, 今天一定是不得了, 但是有一次来你失望 最多都是升到26527, 即是吃饭前, 吃饭后回来就有点失望了 当然就是买了钱, 看上去的博博反弹的失望, 因为不是太多 仍然是黏着26000, 这些底部下面走, 好像弹不起什么 当然我们这班空军的, 这班专队旗子, 这班今次转了身的人来说 当然希望不要弹高, 弹高就比你再高一点再队 但今天分两次都是, 第一节就是讲一下大市的故事 第二节就是选股, 选股, 选股, 刚才我投出了出来 当然稳固, 上周四投出了6060, 中安在线, 今天开始爆了上去 所以在投票韩人节目的Facebook, 和节目都是提这些东西 独贴一只, 都没有其他第二只 在这个大淡市里面, 都不能贴太多 贴太多也未必好, 是吧 稍后第二节就会讲多些这只 和贴多另外一只, 两只, 怎么处理这两只 你可以参加投票韩人付费专区 可以看到Facebook, 和每日节目都有更新的了 大市先, 大市现在是26,350多 如果你想对其子, 仍然跟着空军的策略 大家看看, 今次恒指由27,971 在2月中达到六部交易日前的26,100 跌到1,800点, 这1,800点里面, 如果用简单的 Fibonacci的反弹比例, 没有异体 在0.382的, 大概是26,700 26,780多, 都未到, 今天最高都未到 高到一格, 就是27,050点附近 你要搭的, 这两个就算是顶的 在这两个位置 不过, 我觉得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26,850 因为26,850是今次跌下来反弹的 上个星期不是几天出阳烛, 几粒 最高都是去到这个位置 就是说, 今次仍然是下跌浪 或者波浪, 上升和下跌浪的定义 最简单的定义就是 一浪高过一浪, 和一浪低过一浪 如果今次是一浪低过一浪的话 那应该不应该高过 第一关就是26,850 所以挨近26,850队的朋友 用26,850队斩头, 我觉得是非常低的 当然你是高一点的 那就跟刚才那两个位置去看, 去考虑一下 昨天美股的VIS VIS很值得提一提 VIS在6个交易日之前 是说15而已 但是前日交易日是说差不多50 昨天出了回吐, 昨天星期五就开始 破顶身距到差不多49点多 然后缩回阴足, 出了一些上场影线的阴足 昨天就跌倒了 短期的VIS 在技术上应该要再厂低一点 所以美股反弹仍然会 可能今天也会继续, 不过未必那么多了 可能今天二三八点左右 也是那句 大方向 我们先前在节目中说的大方向不变 至于大方向是什么呢 自己看重温 那一会儿回来说一下那两首正的歌股